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天新时代探月 探火 空间站三大标志性工程 得以成功圆满实施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支撑 我是长征7号系列运载火箭 农师辉光荡 长征7号系列运载火箭 自2016年首飞以来 共实行了六次发射任务 我是负责长征8号总体设计 副总设计师吴宜天 长征8号火箭立下研制到首飞呢 一时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说用时比较短的密码火箭 我是负责长征11运载火箭的总指挥 李铜玉 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完成了五次发射 最显著的话呢 就是我们两次海上发射和两次机动发射 我是负责长征2号F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容易 从300次到400次发射的这个历程中 主要是完成了今年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神舟12号 神舟13号两次发射任务 我是负责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陈敏康 从300次到400次之间呢 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已经完成了29次发射了 我是长征党总指挥 马慧平 从300到400的这个历程中 长征党火箭呢 总共执行了9次银行发射任务 将30个以下两个送入预定轨道 400次发射感受到了中国航天发展的这个惊人的速度 感到骄傲 每100次发射的时间呢 坚持在不断地缩小 做我们用的发射能力 整体的航天的实力在不断地提升 300次到400次呢 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这个航天发射的这个速度啊 是一直在提速 400次发射呢 也是我们航天事业的一个快乐时候 从300次到400次 长征党在用时间不长 这个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速率啊 是有点点高 今天中国的产生系列火箭 把它四个之间的规模 一般说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 中国航天的一个推荐 我认为主要是 归功于航天精神 未来呢 它将承担我们国家高轨 重要载荷的发射 助力中国航天更长远 更高质量的发展 型号队伍力加以创新驱动发展 永滩航天特地高峰 为推进航天潜货建设 支撑世界一流军队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未来我们长征随意运载火箭的 根据用户的要求 暗时 保质 高精确度的 能够把微星送给大家 未来最首要的任务 是要持续提高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保证任务的权盛 未来呢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将瞄准更可靠 更高效的运行模式 来完成好后续的高密度发展 二宾将并称金牌火箭的基因 将做更大的技术创新 为国家的低轨互联网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未来长征八号火箭 将以更加开放融合的心态 以用户满意度为工作目标 为祖国的航天强国建设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